澳门各个行业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民抗疫推进了一些行业转型 增加线上教学 希望学生可以在抗疫期间 仍然能够持续学习和放松心灵 今集将会采访三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导师 分享这次抗疫对他们自身行业的影响和改变 我想今次疫情已经过了半月 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因为全部班 包括团货或私教都会停止 所以代表我的收入等于零 刚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像大家那样 好像斯文那样会比较害怕 因为这个没试过人生的第一次 有疫情 我们应该等政府安排 还是等疫情结束 还是怎样呢 我觉得当时比较恐慌 迷惘的 后来我们原来工作坊要暂停 要知道暂停 材料费方面又怎样呢 因为我是一间巴雷舞蹈中心的艺术总监 还有是创办人之一 我们有自己的学生 而那些学生刚刚那段时间 就很快就要去考试了 所以变成我们都觉得 第一他们停了训练 会对他们很大影响 进度上和训练上 第二就是我们自己都有很多计划 在下半年 也都因为疫情而打乱了我们的进度 巴雷舞老师El Sira 在疫情期间 将课堂改为线上科程 在教学方面 有没有受到限制呢 El Sira又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线上教学 我应该大概在疫情 2020年那时候 刚刚有疫情的时候 我也做过的 然后当初 跟外地海外的一些舞蹈团合作 所以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经验 然后上一年 2021年的10月 都做过的 这次就是我们暑假当时的疫情 再有提供市场的课堂 但是最大的分别是 这次我就自己在家里去做了 之前也是有限度地 可以回到舞室里做 始终舞室的空间也大一点 但是因为这次可能 我们澳门的疫情 比较严峻一点 我们直接不能回到中心 有很长时间 所以我就不如在家里 可以自己做一些设备 做了线上教学 两只脚E和D Pick and hold住 Open everything Don't lean on the bar 可能外间的人 都不会很理解 好像很简单 你们线上开个电脑 就行 其实不是的 第一 你那个隔壳的质量 你都希望可以 跟面对面 受货的时候 是可以 是会有质量在那里 另外 其实你 因为你始终要 隔壁屏幕 你要兼顾很多技术性的东西 同时你又要希望 可以做一些feedback 纽正一些动作 给一些学生 很考课的老师的成熟 还有熟练 还有专业性 可能疫情始终已经普及了 其实在外国 已经盛行了很久了 如果你对镜头 右手插发肝 如果右手插发肝 右手插发肝 行不行 下一 明白 1 2 1 2 2 2 3 和面对面的教学有什么不同 第一 其实就是跳舞需要空间 大家都可能会理解到 因为我们跳舞是会动的 但是家里始终有局限 我们在教学的设计上面 其实不可以真的做一些很大的movement 我们可能要改一些动作组合的设计 但是又能训练到歌种的效果 所以第一是空间 第二就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跳舞其实就要用音乐去配合 所以有时会有延误的 会有延误的 所以我自己就习惯了 因为我看螢幕 我要读到学生 其实他们是慢半秒的 这个是 学生收音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老师提就会有一个半秒的延误 还有有时候可能会有些 突然会先断了 这样的状况 可能会有些影响 我认为线上的有趣的地方 例如我在家 我在任何地方 我都可以做到学习巴雷这些东西 线上上课 都有 都不错的 但是个人就 prefer 是线下的 因为家里的环境 就是可能没有把肝 也都会阻止我上课的一些 做的一些动作 面对面 那学生会感受多些 你的能力 可能会面对面 告诉你 或者有时我们可能会 触碰少少学生的身体 譬如按摩一只脚 按摩一只手 但是也不会 整天都会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其实反而 纠正动作 不会说真的十分大的影响 因为外国很多老师 其实他们受课 已经很纯属到 其实跟差不多亲身的感觉 其实都没有什么 很大分别 因为我都听过一个报道 就是考级的一个 英国王家武道学院 有个老师分享过 他们在外国的时候 试过 他们猜都猜不到 可以是 通过线上 教了整套 各个分级的考试 而他真的是个学生去做考试 但他们还没见过 首先就是 如果你用软件 其实左右 有时是会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能 老师做的左右 和你自己看到的左右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时可能 就会分不清楚 糟了我现在的方向 在哪边 老师的右脚在前面 还是左脚在前面 这个是一个很不同 还有呢 虽然我自己 在家里买了把杆 但是我的把杆 其实很迷你 例如有时 做压腿 我会走出去 就会不够位 哎糟了 我的手不够位 捉住我 其实真的会很期待 就是 我会每个星期都想 哎 什么时候才可以 下个星期 可不可以恢复正常啊 因为其实 就是在家里跳 和在课室跳 那个氛围 真的不一样的 你会很想 快点 正常跳 左手在前面 是的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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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疫情期间 其实因为我发现到 很多朋友 或者学生 他们的心态上 情绪上 都可能有点负面 大家都可能困在家 或者很无聊 很闷 或者不知前景如何 的时候 我很开心地 可以透过跳舞 可以帮他们 舒缓这个压力之外 也可以继续续练习 我自己最大的感觉 是跳舞 不一定要在舞室里面 才可以进行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 其实都可以跳舞 也可以训练到 这个也不是我们 真是所谓的局限